其中的兩個欄位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輸出的話有姓名跟編號姓名等等其他欄位 可是如果我要取兩個欄位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你多增加一個SPRIT 把它切割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back一下 其實就是把它串接 把它恢復一下 OK 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 這邊這個F 原來這一行其實我覺得你不加也沒關係 只是說你這邊是切完之後再把陣列給他 再把裡面的資料 讀到那個LINE裡面 OK所以剛剛 比較不能理解的是那個什麼 這個裡面的LINE 這個其實是一個變數啦 所以這個LINE 你也不用去拘泥說這裡面這個名稱叫什麼 把它print的出來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有一個中瓜糊 裡面的 會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字串 前後會有單一號 裡面的資料就是一個字串 不過呢 它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就換行 所以也會造成換行 那假如你要把它取代掉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用replace 取代 replace 應該 各位用過啦 我的ecele裡面都有 Ctrl加H 把什麼東西取代成什麼 對不對 所以 如果說我們 順便學一下replace 因為replace太重要 如果你有些時候 網路上抓下來的東西 多一個東西 你不會取代的話 你也不可能用手動 自己把它 跌掉 你只能透過程式 所以 如果你不用replace 很多地方 你就寫不出來 寫不下去 之前就有個同學也是這樣 他卡關 一直卡 他就抓新北市 Uby的 那個開放資料 就抓下來之後 他其實 都是ok 沒有問題 但是差一個地方 他裡面多一個 什麼什麼 怪怪的資源 在最後面 他不會取代 所以就卡出 後來我幫他取代掉 結果就ok 馬上可以跑出來 所以很多東西就差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ok就好了 所以 差那個步驟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 我要把這個取代掉 變成沒有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順便講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的 輸出是這樣 就是把它print 這個地方 我把它復原一下 當然我是把 這邊用那個一個 F啦 不過這個程式比較精簡 但是 他也ok 然後把這個 讀到一行 這個是自己取的名稱 那我是把最後的那個 換行拿掉 所以你會發現 換行拿掉 就變成ok 但是假如說我今天 不要用這個方法 我要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方法是replace 現在應該執行的話 會多一個換行 那個換行是因為我最後面 會有個反斜線 N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反斜線 N拿掉的話 記得喔 你要多學一個replace replace 的那個方法 那個方法 我前面也是用一個 Line來接 因為他也是會 Return 去除的結果 傳給我 那我用自己當病人 就把他蓋過去而已 然後呢 記得喔 Line 點什麼呢 他讀進來的那個東西 那我怎麼樣呢 我就 這個 打一個replace replace應該會拼吧 刮弧 然後呢 直覺 應該什麼 對 反正你用直覺打一定就對了 多點 然後呢 空的 程式打完了 你應該是想這樣吧 OK 如果你想的 就是真的答案就這樣子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裡面的 這個字串 我們剛剛後面不是有一個 換行 他就會 把它變成沒有 所以以後喔 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 這一招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喔 這個我還蠻多地方 尤其像網頁 爬資料 多一些東西 你要把它取代成另外的東西 用這一招就好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剛剛本來有這個換行 後面有一個對不對 我把它執行看一下會不會有 你會發現喔 OK了吧 對不對 很好記吧 replace 這個太重要了 像剛剛有用到 Sprits Sprits 也很重要 replace 也很重要 OK 我把最重要的先講一下 你會不會有 replace 有 但是他 名稱 也叫replace 只是用法不一樣 也不一樣 有replace 這個函數 好 那 OK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你用這個方法 用那個方法 都可以 假如我們用這個方法之後 但問題來了 接下來我希望怎麼樣 只有姓名 跟手機 可是這邊有五個欄位 我想要其中的兩個欄位的話 第一步的話你要做什麼呢 先在前面呢 也許加一個list 1 先去接 那怎麼接呢 就是把line 把它切 有點像資料剖析 只是資料剖析是在python裡面 我覺得他 功能完全一模一樣 資料剖析是剖到我們那個儲存格 這邊是剖到 前面的list 不過 當然資料剖析是看得到 Visual的 這個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你 我覺得寫python有時候要有一點想像力 不然會寫不下去 你要想像 資料幫你搬過去 所以 打一個split 然後呢 這邊刮弧給他一個 痘點就可以了 好 他就幫我把這個痘點 Sprits到這個list 他就分開來 1 2 3 4 5 這個0 1 2 3 4 所以我要輸出的話 我不用全部 我只要其中的1跟4 所以我把這個裡面的 1跟4 記得他的敘述一定是中瓜糊 1 然後呢 串接 他的4 中間加個痘點好了 H 這邊串接他的4 然後呢 中間如果加個痘點 你就要把它當 串接字串來看待 串接 中間的話呢 你可以加個痘點 剛剛有同學問 如果你要table的話 你這邊可以 用 反斜線 T 這樣也可以 他就變table 這樣直接輸出的話 Sprits之後 丟過去 然後串串串 OK 這樣的話我們試一下 直接執行 姓名跟手機 是不是成功了呢 OK 你會發現 姓名跟手機就出來 而且這邊會變成一個 Tab 定位點 OK 應該沒問題啦 反正如果你了解這些的話 今天至少 串列 跟檔案讀取 還有一些 常用的自串的方法 至少你熟悉了以後你在 做一些處理上面會更加得心應手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換個歌 建議你們多找一些其他的範例啦 反正就是 多玩這些東西 不外乎的檔案 外部檔案也可以拿來試試看 那剛剛有同學就 如果你是從網路上複製貼到記事本在存檔的話 記得因為是經過微軟的 軟體 他預設值就是CP950 除非你存檔的時候檔案類型把它改UTU 那個編碼方式 改成UTU8 反而UTU8要encoding要加 但是CP950就可以不加 喔 關於是